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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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興,今天華哥 呂次華 帶我來里原門走一趟 以及帶我去里原門吃東西 在伊特地方 很多人排隊很難進去 如果不是華哥進去 我今天應該是進不去吃東西 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銀龍咖啡茶座 來到這裡之後 剛巧我會見到他的老闆在這裡 於是我們馬上進去探望他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 你說些 今天我們很高興在這裡 在這裡呢? 這裡是里原門,很出名的地方 在這裡呢? 就是在里原門銀龍咖啡茶座 我的店舖裏面 我是叫銀龍咖啡茶座 華哥,你真的要來多些 我上天等華哥來的 今天還很高興,我等多些 鏡哥來的 哇,very good 好了,今天我們來 最主要就是 新一類的小費券 又出台了 我當然是要撐K姐 沒錯,我們就要利用小費券去撐K姐 今天是不是政府第二次的消費 要給大家 是啊,沒錯 今天是第一日 11日第一日 這次是給多少錢? 很多 2千元 有些是3千的 為什麼? 那些是V7K那些是3千 只剩兩輪 原來是這樣 800通那些是2千元 我夠的了 拿2千元在銀龍咖啡茶座消費 我已經覺得很滿足的了 因為很多人以往都以為銀龍咖啡茶座 是不收這些電子消費的 所以我趁著鏡哥的平台 告訴大家 其實我有WeChat Pay 又有八達通 還有微信支付的 所以大家收到這個消費券 可以大力支持一下我 一定 哇 好了,馬飛姐 現在是第二輪 上一輪來說 你覺得有沒有幫助? 很好 我平時坦白說 在兩年內 因為我不停都作出很多不同的投訴政府 但這次我讚他 他做得很好 尤其是在八達通那方面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年長的人 對電子的電子消費不太認識 但當我們八達通都可以用到之後 亦都很多人可以受惠到 亦都可以振興到 我們小生意的經濟 這個要讚揚 是 想一下 阿繼哥 你未說過之前 我才問阿Ky姐 早前的華記說 你這裏經常有一些政府的官員 或政府的公務員 經常一路呢 就查一樣 查那樣 不如查完了沒有? 太好了 你問得非常之爵士 總之我帶來這個證據 告訴大家 在9月28號 我正式又收到地政署的投訴 就說我前見 也都要下來巡查 有足夠證據去告我前見 當然我不擔心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走得正 所以Kent哥今天下來很好 我有這個平台去告訴大家 其實我越線越強 投訴越來越多 對 大家要記住 多多支持K姐 為什麼呢 K姐 你見到她應付很多這種騷擾 應付騷擾 除了要花人力 當然要花菜 所以大家多支持她 好啊 Kent哥今天是否第一次來我的店舖 不是的 我以前也有來的 哦 那我真的有得遠年漢投訴 對面了 我是看不到的 通常她以前是消費者 在這裡吃完東西就走了 那這次她知道我 就認識K姐 所以說呢 要我介紹K姐給她認識 哎呀 嚴重嚴重 真是 我能夠認識到大家 我開心 我開心 好了 K姐我想問你 那這次國慶呢 你節目很多 那我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是近期有什麼 即是說 安排 行情分 什麼 因為呢 過往兩年呢 因為有黑暴的關係呢 很多活動已經是停止了 但是今年很好啊 我真的呢 那個活動密麻麻 有唱過歌 本身呢 有飛行的 但是因為風向不夠力 我就取消了 所以 還有呢 就是我剛剛去元朗大堂 看星期儀式 那其實香港各大地方呢 也有大大小的星期儀式去看 那香港今年呢 很不同 而且呢 我見到很多地方呢 都有國旗呢 愛國愛港的國旗呢 高高懸掛 一會兒帶大家看一下 我的銀龍咖啡茶袋 都有一張 很大的國旗的 是 同樣呢 剛才有K姐說去唱國歌 那我知道K姐說 聲線很好啊 唱歌很好聽 不如說K姐 不如你一會兒唱兩句 好彩啦 這個華湯 如果是我粉絲 真是沒有人相信 我自副二文 再聽媽媽的話了 沒有粉絲 我千萬不要在公眾場合唱歌 因為我五音不全 所以呢 這樣是做不到的 K姐 你看看K姐的聲音 好像老牛那樣 K姐的樣子 好像女性那樣 其實好像牛公那樣 所以不適合唱到我 不過呢 K姐用了心的 我相信今天呢 各大小的地方呢 有很多人呢 唱國歌 還有做一些愛國愛港的儀式 是 好了 晚點都入了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晚點我下紅船 靜雞雞告訴你 其實都不是靜雞雞 下紅船 但是沒有人找我 哎呀不是呀 因為保險的關係 每一隻船呢 只有一隻 只有十多個位置 華哥支持一秒 就是遲到了一秒 所以報不到名字 華哥如果未來 去到之後 還更加威脅 為什麼呢 很多人欣賞華哥 所以華哥來到我 銀龍咖啡茶餐 我等到鏡都長了 大家看一下 哈哈 我不是不來 因為呢 我是要我的朋友 駕車載過來 所以我是很懶的 我不是不來 是很想來的 K哥 你以後車 華哥多一點來那裡 我會 大家在這個節目中聽到 他說他會的 期待我們K哥 第二次的出現 好 是 以後我們多一點來 多一點拍片 好啊 好啊 看到這麼漂亮的環境 一定要多一點來 是 還有你見到 嘩 很多名人懶人 已經是撐牆了 是不是 我們這個卡座很不同 有KWARO卡座 有華澤卡座 有拿奶茶銀行卡座 也有剛才說得很對 有任命名的卡座 好像華哥坐這一張桌 其實就是一些明星卡座來的 分別有黎罪恩小姐 陶編明星 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演藝界營 他們都來做見報 所以我很幸運地 首先在這裏 謝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香港市民 多謝支持香港警察的人 繼續以往 濟水長男 支持香港警察 當然最好支持我 還有一件事 剛才K姐說 這個卡座有很多名人坐過 其實她說得不太正確 根本每一個卡座都有很多名人坐過 所以你頭皮進來 你坐哪個卡座都可以 哪個卡座 最好每一個卡座都來一次 我有七張台 最少你要來七次 你才能感受到每一個卡座 不同的氣氛 最好平日一至五點 因為你可以選擇卡座 而那星期六日 很旺的 你要排隊 又到廣告的時間 真的太好了 Kent哥 你不介意我買廣告 沒問題 其實我是一間 你願門的 小小家庭式的茶餐廳 所以跟外面的銀龍 是無關的 終於要記住 同星期二休息 千萬不要網門叮 我來過很多次 你沒有網門叮 有呀 我試過 沒有網門叮 但是都試過要排長路 不是的 不是的 大家記住明天不要來 如果不是 又是沒有人來 是呀 華哥真的很好 因為大家包容一下 其實以往只是星期休息 但其實我都是各大的平台 發放了 我明天三點鐘才開始營業 為什麼呢 因為早上 我要補拍央視的鏡頭 所以希望大家對這方面 對我包容 給我多一點機會 多謝 真是好 非常之急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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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裡布置這麼漂亮 哇 又有國旗 又有這麼多東西 我可以看一下 幫你 可以呀 可以呀 可以帶大家去看一下 好 是的 有不同的旗幟 因為今年適逢中秋和國慶很相近 所以中秋國慶喜相防 你看到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旗幟 這支旗幟 都受過央視很多電視台訪問 因為他們看到 就說 我做中資公司 都沒有這支旗幟那麼大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來這裡 你看到 有很多畫 在相冊 看不同的套座 你看到今天呢 很多義工團隊呢 他們都穿紅色的衣服 戴上紅色的口罩 全部的氣氛都是很興興的 好像我和阿哥都是 是啊 爺爺阿Ken哥 今天沒有再紅色了 因為阿Ken哥的紅色是心裏面的 阿萊姆又掛俱旗啊 是的 通常來說 我又好喜歡紅色 除了過年圖物 除了國慶 其他時間我都會穿其他顏色 哦 原來是的 阿K姐 聽說你有很多其他東西賣的 除了我們光顧她 這個茶餐廳的飲品 食品之外呢 你有什麼東西賣去問 你說是買酒嗎 還是可以買酒嗎 有些茶嘛 哦 你是說這個 震興鄉村經濟 因為你知道很多 華哥 對了 這一個就是一個 震興鄉村經濟的計劃 其實中國在過往72年裏 的確確已經負貧了 但是呢 畢竟還有一些23年裏的城市呢 他們呢 都需要幫忙 那是一個叫做 骨藍的地方呢 它出產茶葉非常之漂亮的 華記和阿Man哥都去過現場的了 那背後的意義重大呢 就是可以幫到這一個23年裏的 城市的市民 因為呢 他們呢 茶葉很漂亮 但畢竟呢 真的要靠別人去幫忙 給大家知道 原來這個骨藍市呢 好亮 植跳非常之好 茶葉非常之漂亮 所以呢 我們呢 背後呢 就做了這個 鎮興鄉村經濟的政態 是 銷售這個茶葉 你可不可以給個樣本呢 好啊 好啊 有到廣告的時間 好了 阿K姐呢 就走開 拿這件事給大家看看 那等不等 大家見到 如果喜歡的時候 那K姐 你不如說說 售價的事 好啊 真的好啊 真是 如果個個來 那真是給我機會 那當然啦 做生意 我是商人來的嘛 做生意很合理 又好遮到多人 那大家發現到呢 有紅色包和綠色包 其實只不過是有紅茶和綠茶之分的 因為喝茶呢 各有所好啊 那這個送禮佳粉 都很好啊 我包你們是喝茶的人 告訴我 真的很好喝啊 那只售賣每包200元而已 背後呢 意義重大 可以振興鄉村經濟政策裏面 我們幫到好多有需要的人 是啦 好啦 那還有什麽其他事介紹呢 呃 買摩果布甸啦 其實我幫那個布甸呢 真是 我自己贊一下自己 真是很好吃 我想到 這個一項 聽到你們有什麽 你這次的感受呢 這裏 這裏 那裏呢 你說被人說 那裏 那裏是 那裏是很快的 不怕啊 我什麽都需要說 我拍下啊 拍下啊 因為我所有的事都可以公開的 其實有一件事好 就算呢 無論個大部門啦 食環啦 環島啦 機電工程處啦 地政處啦 是社會福利處未來的 其實 那他們不停上門呢 我已經面對習慣了了 所以所謂越戰越強 就是因為有了他們 所以令到我今天這麽強大了 其實呢 社署都還未來 你啊 如果他來是好事來的 是啊 那可能他帶了很多人來光顧你 那麽做我啊 其實大家都是說我 很多無理的投訴啦 沒欺負我啦 但我不擔心是因為 其實我不會做一件事呢 我都是不會犯法啦 從歸道歸無法犯法 所以 但只不過的確確呢 帶來我很多麻煩 那真是的 雖然有了港區國安法之後呢 但是我們依然收到 沒有訴那麽多投訴 那希望大家 知道其實我依然是浸艱 是 好 那麽雞幹 你可不可以看看 我究竟被投訴的地方在哪裏 好了 我們就拍一拍吧 可以 那麽其實呢 我這個呢 我真的沒有出過任何的訪問的 我自己有講過 因為這個是真相 那麽他們見到我 好像是一個很宏觀的工程去做 於是乎呢 那些小黃人呢 就投訴我 我說我遷見 我告訴你 我所有的 每一寸地方 我沒有多過一寸去遷見 全部呢 都是呢 因為呢 失修的關係呢 就斷了 但是之前我不敢說 現在我們呢 是在海上圈的 是嗎 嗯 現在現在海上圈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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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麽就是了 這是了吧 那麽呢 藍色桶那麽呢 你能看到 如果有機會可以看到實況呢 其實藍色桶那幾條柱呢 那麽呢 原本呢 是真空凌�ahreng了 但當時又爲什麽 我不敢出街呢 因為我早知道 很多人呢 就會用偽油去形容我 我舖 又不合法 地政署又來押注我 但是我們全部東西 他能找到錢 我才能做到維修 那我帶茶咖啡錢 你先問下 我哪有錢去做這些土地 所以我的艱難 其實所以說你們不用去攻擊我 其實我連飯我都沒找到 但今天水退的很乾爭 所以我們可以下來看到真實情況 這些都是近年 我回來七年的時間才開始找到錢去批回去 原本這些是一些木材 熔熔爛爛的 但今天我就開始組織這個石鼠英雷 希望我的電腦能夠維持到多十年、二十年 十度久一點 其實這些是不是就是這樣 這個就已經比較好一點了 之前是凌空斷開了 就好像這樣 那就很不穩固 好像那條一樣 那條完全亂了 所以我就補回 這條是斷了的 因為地球開始暖化 全球暖化 地藏下陷 這樣令到我就補回了 是啊 好厲害 真的 是啊 那條都要弄 那條已經換了 換了 旁邊加多條 所以才能夠加工 他就說你這樣簽見 是啊 他們有人拍了 就被政治告我簽見 就說我這些是簽見的 不要開玩笑 我連維修的能力都沒有 簽見 所以真的很難度 不過不要緊的 我自己沒有做拖惡化公開 就算我做維修工程 我都用正常的方法去申請 所以不太擔心 根據在屋宇處網上講解的簽見物 最主要是未經建築事務監督事先批准 和同意進行樓宇內部加建或改動工程 以及樓宇外部建築工程 就有機會是潛建物 但是呢 在屋宇處也有規定了一些東西 就是如果牽涉了保養維修 一些樓宇結構 如果不盡快去將它維修的話 引致有公眾危險的話 也不行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K姐很大機會是沒有違反潛建的 所以如果繼續要投訴K姐的話 我相信都是無公而會的 沒有必要去做一些選人而不利己的事 謝謝